今天要訪問的這位大來賓呢 早上出門之前 我還很驕傲的跟我的阿姨 還有醋鼻嘅鼻嘅 都炫耀說我要訪問她 因為大家都有看 明日之星還有天才双双双這兩個節目 所以呢 就一聽就知道說 哎呀 知人是她 是誰呢 歡迎我們的大來賓 就是張文綺 哈囉 大家好 Kiki姐妳好 我是 別叫我姐 這是尊稱 尊稱 對對對 哇賽 因為妳知道我這個 就是每次跟阿姨一起看電視的時候 然後看到妳她都會超好笑 好像跟妳很熟一樣 就說 欸 文綺啦 妳知道嗎 文綺啦 文綺 對 道地Q 有有有有 能不清土清 OK的 對啊 因為文綺就是道地的高雄人 是 小港 小港 對 所以就是我就想說 天哪 這我阿姨是跟妳很熟嗎 哈哈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南部人就是有這樣子一個熱情 所以我覺得 每次回來跑高雄的電台 或者是南部的電台 都會覺得很親切 嗯 而且因為妳給大家的感覺也是這樣 就是非常的天然 也不會做作的那種魅力 所以大家才會很喜歡妳 對啊 謝謝 希望大家比較討厭我的傻 我已經在努力的 讓自己變聰明一點 不是傻跟呆是完全兩碼只是 可是妳又不是傻 因為妳是很可愛的那一種 人家說 天然呆喔 就是傻大姐 傻大姐就是傻 傻大姐那一種 就是沒有心機的那一種 謝謝 像我們剛才一開始聽到的這首歌 傻女孩 是 那所以妳就是自己還有寫歌詞 對 因為這首歌的詞 本身架構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給觀眾朋友們對我的印象 嗯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要把它寫成一首歌 然後讓大家更知道說傻 不是只有一種 有好多種 而且我的個性 除了傻之外 還有很多 很多方面 嗯 還有哪些方面 譬如說我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 嗯 你說我是 其實我耐性沒有很好 雖然我很開心 我也是 就是 你知道我沒有很 沒有很有耐性的人 所以我很容易就是一觸即發 嗯 對 因為發是 火山爆發的發那種 對 所以我就 我不知道欸 有時候或者是 太笨啊 是什麼 其實我在某一方面是很聰明的 嗯 關於表演的事情很聰明 可是 可能知識方面 或是關於書的部分 人家說啦 太小了 太小了 就是我 可是念書的時候真的是呢 一想到要考試幹嘛 誰還想要去看 而且我沒有辦法就是 做很完全的做下來 好好地看一本書 我是需要人家閱讀 沒有聽的 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我是看不懂的 啊 那我知道了 這樣表示說你是那種 可能就是比如說你 天生站在舞台上 你就是本來就會有明星特質的那種人嗎 嗯 這我不敢自己講 沒有自己講 就是 我覺得應該就是 別人可能看到我 我有沒有那個 他們有沒有給我feedback 嗯 然後我會唱歌表現 然後 等下願意跟我一起互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覺得才是 呃 我真正 覺得那是歌手 他們給我們的自信 就是講這種 面對面的那種交流的感覺 對 因為而且我又唱快歌 嗯 所以呃 快歌就是要帶給大家 開心歡笑的那種氣氛 對啊 很多外場都需要這樣子的感覺 嗯 而且這一次你這首傻女孩 我就是很意外 因為你知道看歌名會想說 嗯應該是那種可能可愛 俏皮的那種路線 對 但不是耶 是很有個性的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 我雖然很可愛 可是就是會 呃 就像 心靈姐這種 就是愛你 但是很可愛 可是 我不是 所以我的音樂性會 比較重一點 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 很有個性的人 嗯 那包括 我覺得我其實 一點都不好笑 但是大家都覺得我很好笑 的那種 我那歌就像 我就是對的啊 奇怪你怎麼笑成這樣子 可是因為 就是因為你沒有在搞笑 所以特別好笑 因為你很認真的在做那個事情 對 啊那你就是很直的人啦 呃 我就是很直接啊 我如果不開心啊 那就是不開心 比如說 為什麼我跟乃哥常常會有一些 火花 就是火花 就是因為他也是一個很直的人 嗯 我也是我也會直接 feedback給他 或者丟球回去給他 他們覺得 哇 怎麼沒有人敢唱乃哥 真的嗎 我有時候看過我想說 天啊這節目效果嗎 誰來救救我 這真的嗎 沒有沒有 那剛好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 我有中他的運啊 就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很不錯啊 這樣我的大前輩可以提西 嗯 而且跟這兩位大哥 其實是非常資深的 在他們身上學習 因為我主持也沒有說很長 我也主持才兩年的時間 那在這兩年我覺得 已經可以讓自己 呃 不管是知識也好 跟講話的流利上面 方面啦 我覺得應對 這件事情我學到蠻多的 有 而且現在就是 你講話什麼都很有條理 有條不問 因為以前我是外星人 現在可能是半個外星人 半個地球人 偶爾會回去外星 對 偶爾還是會走蹤一下這樣 那 沒辦法 因為我以前是沒有邏輯思考的 我以前是沒有辦法把一句話 就是串在一起 對 我可能會跳東套跳西這樣 那現在是 只要看字 比如說錄影的時候 會有大字報 可是我可能第一條 我的眼睛沒有辦法 跟我的腦部是同步 同步進行 我沒辦法 所以我只 因為我眼睛看過去 我知道那個字 可是我腦袋還是在前面 嗯 所以人家說眼睛要看得 比腦子還要快 就是要動得還要快 所以我會 跳行 就是比如說一個 一個行 我念完之後 我下一步 對 就是到下一步 人家會想說 嗯 你在假設 嗯 那所以你跳躍性思考 你這樣哪會 跳躍性思考就是有好有壞 真的 而且因為我想說 這個小女生也太可愛了 她就自己就是分析她的個性 而且就是完全都沒有 比如說像那種官方說法 哦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人 什麼的 她就很直率欸 我從來不會告訴別人說 哦 我 我是一個 嗯 就是會做做的人 因為其實要叫我做做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表達 那 他們在節目上 不會跟我stay東西 其實也有一個好處 因為只要我一stay 我知道了那個東西 就會綁手綁腳啊 對 我又不知道怎麼發揮 因為我已經知道 所以我最好玩的一點就是 什麼都不要讓我知道 我突然來一集 我那才會爆發出來 對 就馬上會有節目的效果 嗯 好